小学生研究癌症16岁神童亚苗助长有害无疑,脚踏实地方得始终 近日,小学生研究癌症论文一是引发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讨论 这种神童并非个例 昨天16岁神童少女一天能作词300首,诗2000首,写15000字小说也引发网民的集体吐槽 今天一早,打开网页又看到小学生研究喝茶抗癌获奖高挂榜上 有艺术梦的家长则给孩子抱一堆乐器班,舞蹈班,书法班 孩子不但要在学校认真学习,还要在各个培训班连轴转 行程排得满满的,比很多成年人都忙 但是,像一天做2000首诗小学生研究癌症 这样的谎言,更像是把我们的智商按在地上摩擦 小学生研究癌症更是胡编乱造 家长为了给孩子铁精无所不用其极 父母不可能一辈子陪伴在孩子的身边 你永远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一个先来 我们能做的,应该做的 是教给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 而不是给他铺一条康庄大道 平平淡淡才是真 脚踏实的不忘初心方得始终